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逼 decentral being on.the 字幕志愿者 休闲 休闲 旅行选度假还是冒险 度假 度假 什么度假吧 并选爱情片还是恐怖片 恐怖片 咖啡选冰美式还是热马铁 冰美式 冰美式 游乐场选过山车还是选转木马 过山车 选转木马 虫物选猫还是什么 猫 那都 都 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马上就要集训了 嗯 对马上就要五周年演唱会了 开心 马上要合体集训了 最近的艳望就是 想快点继训 就是想说把 把之后那个五周年演唱会 弄好 一样 嗯 以前会现在不会 我是那挺多的 因为我特别多鬼畜的表情吧 最近我自己新做了一个叫冲鸭 我不管 一切 马上就要自拍了 嗯 我出国都比较喜欢吃中国的菜 就是也不会想念就在当地就会吃 嗯 啊不会 因为外地也没什么做的一些道具啊资源什么的 嗯 我就比较喜欢吃熟的菜 因为国内都是熟菜嘛 国外很多就是生鲜的 我都不太会吃 我可能是干梅豆角 嗯 演唱会的经历就留到演唱会来 节目吧 我们刚刚吃了五周年的蛋糕 嗯 就有些两位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就是陪伴嘛 对 我是觉得挺感谢这个过程的 因为我们三个人一直走了也走了五年 然后一直嗯 在成长 然后一直有陪伴 我觉得非常感动 就挺特别的 然后希望各自能珍惜 嗯 五年来最大的收获就肯定是 嗯 自己就是在这条道路上的一些收获 还是就是所有支持我的人的那种感动 非常感谢所有的粉丝们 嗯 嗯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五年的时间 这五年的经历 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人生的体会 我觉得收获就是各方面都有挺大的收获的 挺大的进步也 就是如果从自身实力技能上面的话 就是跟以前肯定也不一样 然后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适应程度也比以前好 嗯 最后我们印象深刻的场景呢就是 嗯 就是我们上春晚的场景 嗯 第一次上春晚那种 那种 那种 非常的激动的心情 还有就是 就是在电视机里面看到自己上春晚的那种片段 嗯 嗯 我的话记得是我们好几年前一起去台湾玩的时候 那时候是蛮开心的 就是周年演唱会吧 每年的 还在奋斗 嗯 我觉得出道时候的梦想是早就完成了 但是现在有更长远的计划和目标还需要去努力 出道时候的梦想我觉得还得继续做下去 对未来的期待就是 嗯 就是肯定是期待的 然后呢 也是希望未来的自己呢 能够去 做一些 嗯 就是自己当想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不要被 束缚或者怎么样 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首先就是我对未来是 嗯 还是挺满怀期待的 不管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还有就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自己要更加勇敢 然后更加坚持 未来我就是希望自己 能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然后不管 嗯 以后会出现什么事情 嗯 大家都已经走了五周年了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一起再继续走五周年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然后呢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去 去创作一些更多更好的作品 回馈给大家 就是首先是很感谢 我们跟粉丝这彼此陪伴的五年 然后又因为有他们才会有现在的我们 所以说希望之后的路也一起走 然后各自变成更加好的人 就是非常感谢粉丝这五年的陪伴 然后其实以后的话 当然是希望能继续能继续 一直往下走 然后我努力做好我的事情 然后你也努力做好你自己的生活 开心 能否也能做呢 难过 引心 走着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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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扎心了 记仇 谢谢观看